他曾是一个因思想获罪的文革死囚 恶毒攻击中央收到 现在满街贴着你的通缉令 1968年 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通缉 然后这个时候就听见很多警察进来了 我自己就以为第二天早上 我们就会被枪毙 他和死刑好友们相约 谁万一能活下来 要把我们的情况说出去 先活的生命 当他意识到他马上就要死的时候 在心理上和生理上是直接的非常痛苦 他在死刑即将执行时 北周恩来留下活口四字 改判为15年徒刑 意外逃出升天 外边那个大门光全关了 车都开走了 他经历了文革时代特别的经历 他结识了文革时代特别的人群 听张郎郎讲述 上面里面 里面是故意的 当我什么时候 现在的人对这天 看清了文革时代特别的 导臺 固定都好 都好 阳定都好 大概8月6号左右 宋冰冰他们学校 把他们的校长打死 818毛泽东接见了 下边的红卫兵解读委 毛泽东同意打杀 这五类全北京开始 大开杀戒 在胡同里就可以看着 这个被打死 那个被打死 当时是有意开战了这个 宁静要见过去运动 才可以达到白热化 公司恐怖的时候 我是属于被管制 不能离开中央美院 你们家有问题 不许出校门 当时我们也是心情非常不好 又很紧张 又担心我父亲 我想我父亲上次给折磨成那样 他能不能活得下去 不光是他的体力 他的精神 能不能支撑下去 是不是会自杀 我也是心情非常严 非常沉重 后来我们晚上 几个人也睡不着 就商量咱们怎么办 说如果这么一步一步来 已经听说 就是说有的地方就是打死 多少个 不光 不光是打死老师了 开始打死学生了 我说那咱们这个倒是也 在劫难逃啊 后来说要不咱们跑吧 他们现在都在那儿 参加运动 积极去辩论 没人管着 趁着他们不注意 咱们逃跑 但是逃哪儿去啊 后来那个 湾清理说要不逃我们 他不是家里是地主 是他们农村 还有亲戚 要不逃到我们家去 后来我一想不行 我说北京市 首都都这样 到你那农村那儿 会怎么样呢 咱们几个外来的人 一看就不是好人 就麻烦了 那天正好从 是甘肃还是从哪儿 跑了一个学生领袖 是造反派 那个时候还是 洪武为类的天下呢 在北京被追捕 大家要打 说他走的时候还打了人 所以大家要抓着 他就要就地处决 要打死的 这个学生 逃出来那个大学生 甘肃的大学生 的领袖 实际上他等于是 甘肃的凯达父 那个时候凯达父 什么都被关着呢 他们那个造反派的 还不得烟冲 这还是在 那个8月 8月下旬 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后来一会儿说 在王府警发现他了 后来他们就 好多红卫兵就冲到中央美院 说可能因为王府警 跟中央美院就一枪之隔 会不会他跳到中央美院里 冒充中央美院的学生 各种学生 在里边窜来窜去 拿着棍子 在追 我说这不行 再这么下句话 哪天他一不留神 把咱们当成李贵子 把咱们也给打死了 因为当时根本没有那个 就没有 没有基本的理性了 大家说这怎么办 后来我说我来想办法 因为他们几个里面 就我是一个所谓红武类 胆还比他们大一点 直到晚上他们又去辩论了 又去干嘛了 他们都在争权夺利 他们也知道我们都 谁也不敢乱说 我说他们要找我 你就说我去看病去了 实际上我就 从美院翻墙就出去了 出去脑子很清醒 我没直接跑 我就直接去了 劳动人民文化工 因为听说那已经成立了 红卫兵司令部 那个刘克福和刘哥到听我的话 他们俩没当一把手 一把手二把手让他们当 他们就是作为三四把手 这个位置 后来找刘克福 哎呦 你终于来了 我们就是希望你来 跟我们一块来弄这 好了我说我倒不是 我说现在不是听说开始串联吗 我也想去串联 但是串联必须得有 红卫兵有介绍信 我从你这拿几处封介绍信 他说行行行 他那一本介绍信 全盖满了那个红卫兵的印 撕了一袋给我 我们从小延安来的朋友 所以大家互相相信 撕了那一卷给我 他那司令部里乱七八糟 我要拿了几个绣章 给拿走了 揣到书包里 我背了一个小书包 揣到书包里 出来我就带了一个绣章 那就在北京站旁边 就到了那个 北京车站 北京站外边啊 回去的学生 和北京要出去的学生 都在外边排队 人山人海 而且呢 他那个 因为都不敢告诉你 这个车往哪儿去 因为他串联 你去哪儿都可以 要一说去广州 大家都去广州 那那个车就上不上了 所以呢 都得签排队 就按着号排队 排完队以后 然后来一个人 比如8号队 跟我走 他得绕着 绕好多胡同 走什么 最后才进站 才带上车 开哪儿算哪儿 是是 要不的话 那个人没法疏散 太多了 而且那时候 不要火车票 不要钱呢 我一看这个架势 我们排到哪儿去啊 好 幸亏我那个 身上有介绍信 我先用那个钢笔填了一个 我有学生证啊 中央美食县张朗朗 派他 那个 来 就是说 那个支援 这个北京车站管理 他这些都是各地的红卫兵 我是 北京红卫兵司令部来的 拿了那个介绍信 到门口那个把门的那个 那个人 我一给他介绍信和 学生证 一对 名字是对的 人一看就让我进去了 我就一看里边特空 因为他里边不让学生进来 学生都进来 里边就C满了 我就跑到站台上 我看看那站台上的挺了 各列车 去哪儿都都有 里边也有三五个学生 都是学生领袖 他们有办法先进来了 他们在这儿坐 后来我问有一个车是要去广州的 我想要跑就先往远处跑 去广州 我就问那个已经进来了 我说你们怎么进来 不是门口打着门都不让进吗 他说那个后边那儿 有那个专门 管着不让人爬墙进来 看着墙那儿 那个是那个北京的红卫兵 说那个意思是他们的头儿跟他们认识 他从那儿进来了 我就到后墙那儿 看着站几个红卫兵 后来我说你们哪个学校的 他们都是中学生 他说哪个中学生 我给他们看这件事情 我说我红卫兵司令部的 那个时候是周恩来刚成立这个 这个比他们那个还高一辈呢 他说你来赶快 我说你来支援 检查你们工作 我说你们都辛苦了 在这值班多久了 他说我们反正过一会儿 还有人换行 我说那个光是你们也不行 我要调几个大学生来 协助你们工作 他说好啊 后来我就到那个里边 他那里边电话 我们都可以打 给中央门员传达室 那个传达室老头认识我 他也不知道我是受管制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去把乌鸿叫来 让他听电话 他在宿舍呢 他说他没准出去了 没面子 我说你放心 我真的没管制 他就把乌鸿叫来 我说 哎呦 老鸿你在哪 我说你就听着 你别说 一会儿你们几个人 趁着晚上不注意 你们偷偷翻墙出来 我在北京站 你到北京站 北京站的靠东边 那个矮墙那 我在那负责 你从那我把你们引进进来 进来以后 咱们咱们就可以坐车 去到外地传联 那咱们怎么成啊 咱们也没有人 我说你放心 我都准备好了 你就听话 你们就按照我的来办就行 好的 半夜他们几个人也来了 来了到那墙根底下 他们都不知道能进来 好了 我跟你说 我们的人到了 好了 他们就让他们进来了 他们就进来以后 好了 我说你们先值班 我们到里边去视察视察 他一想 我们都是司令部派来的人 他也不管管 进去 进去以后 就上了那个广州的车 那还都没人 人都没来呢 我们找了一个空的一个车厢 我们几个人就坐在那个 两个阁里边 就五个人坐得挺高兴 他们说你怎么 我说 这我有圣旨啊 我现在我给他没看 我有这个 在北京中央委员的这些人知道我们的问题 我们这一出去 就是北京派来的红卫兵 他哪找咱们去啊 他现在还自己是还忙不过来呢 后来他们说行 我们就第二天坐火车 就直奔广州 那个是我们第一次到广州 觉得天气这么暖和 而且整个感觉 真是那个阳光的 那个和热带的感觉 对我们北方人来说 真是从来没见过 后来我们就 跑到当时的 广东省省委 到那呢 那个走廊里挤满了这个北京来的红卫兵 让他们再开介绍信 为什么他们要到广州 到处是煽风点火 实际上 这个大串联 是毛泽东的一步棋 他让这个红卫兵 都出去点火串联 就是把北京 再怎么搞文革 包括北京 怎么把黑五类扫地出门 或者是包括 怎么样红色恐怖 传到全中国 我们说我们干脆就是去那个离这儿最远的 实际上去 我们就是想的就是去潮山地区 潮州和汕头 因为我们只是听说根本没去过 后来我们就到那了 我们就要开让的 省委给我们开介绍信 我们要去潮州汕头 省委说你们去 我们是要到那去看当地的文革 搞起来没搞起来 没搞起来 我们要到那去煽风点火 这是我们的职责 当时毛泽东就号召这些红卫兵去做这个事情 后来他就给我们开了省委的介绍信 把我们五个人开在一张介绍信上 当然我们给他留了一张 北京的红卫兵司令部的那个信 跟他交换一下就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当时从广州到汕头 只有一个公共汽车 是那特别老特别笨的公共汽车 坑吱坑吱开 好在那个车上呢 就当地的红卫兵 在车上正在宣传毛泽东思想 那个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武斗还没有这些 他只是念语录唱语录歌 后来看我们几个人 带着红卫兵的秀章 说你们是哪来 我们是北京来的 哇对我们就特别那个什么热情 等到我们到了那个 汕头下来 他们就带我们去 那个汕头市委 汕头市委把 汕头最好的招待所 给我们那个 让我们去住在那 而且当时只有 只要有这个介绍信 坐车吃饭都是免费的 那个那个那串联 可不是就是免费旅 我们对我们说来 后来那个 那个汕头市委 那个接待处的人就问我们 你们明天打算有什么日程 需要我们带你们去哪 我们说不用 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 我们要自己 那个主席说 要我们自己亲自走一走 看一看 不需要别人给我们引路 实际上从这个思想上对的 实际上从我们这儿 我们也好趁机就旅游了 我们也可以什么也不做 就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得 不管怎么这儿 也得去一趟当地的学校 你看当地的学校呢 已经开始让那个老师 光着脚 在那个 那个没渣的那个路上 敲这个锣 我是牛鬼蛇身 哎呀我们想 这个倒传得真快 传到这儿来 我们就问那个当地的红卫兵 我们说 这个 是北京已经来 学生来吗 不是你们是最早来的 后来我们说 那你们为什么 他说这个我们 有串联回来的学生 告诉我们 北京都这样 后来我们就说 我们说你理解错了 我说这个 这老师他有那么大罪行吗 在北京那些不一样 实际上北京那也没罪行 但是我们只能这么说 北京那是 那个那些 那个牛鬼蛇身 都是伟大领袖 点名的 你这个 谁知道 那个这么一个老师 你让他这么受苦干嘛 我说你们 主要是从思想上批斗他 不要搞这个身体的侮辱 后来他们听 觉得我们北京来的红卫兵 说的一声对的 结果就 就让那个老师 就去穿上鞋 就算是优待一些 我们顶多也就能 做到这一步 我们不能让他们不斗他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 革命的权利嘛 转完了以后 我们就跟他们告别了 我们就去 那个 汕头那旁边 他自己有一个植物园 在那个 那个 岛上 我们就到那边去看一看 逛一逛 第二天 第二天我们就去了 潮州 因为那个 当年韩玉是被流放到 长州 我们到那个 韩玉庙去看 然后 潮州看完了以后 我们就去 就去福建 去张州 从张州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 决定去厦门 到了厦门呢 那个缅甸华侨 那个同学 陈云鹏呢 他 他厦门有亲戚 他们本来 也是厦门人 厦门有很多 到国外去的 华侨 他是 他们是到了缅甸 所以他这个时候 回去找着亲戚了 后来他说 北京指不定 在哪找我们呢 我就不动了 我就赖在家里了 他就赖在亲戚家了 他说 北京那个 有消息 好消息的时候 你们给我们写信 就把他们家地址 给我们留下来 他就留下来了 他留下来 那个鱼手人 那个杭州那个同学一听 我也回家了 说 现在他们 可能 我要回北京 他们就要抓我 我回到杭州 到时候你们 有什么消息告诉我 他就回杭州了 那个 乌鸿呢 他就说 他回北京了 他和万青里 就回北京 我说 这个事情 是我干出来的 我根本不能回去 我说 你们回去 你也先别回学校 得到学校 整个的大的 这个 风向变了 你们才能回去 第一是安全第一 他现在全国大串联 他们不知道你在哪 你就在家猫着吧 因为我不能回去 因为我这个 又是顶着这个 家里有问题 自己又是策划了 这么一次 集体大逃亡 好了 我就没敢回去 我就去了 那个 河南 郑州 郑州 因为在郑州 有我们两个 那个 那个 中央美院的毕业生 分的郑州 一个叫李小然 是那个板画系的 他跟我关系也很好 我还有一个那个小牛 他们两个人都在那 我到郑州去找他们呢 他们一看见我说 哎哟 说北京那个中央美院 正给我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还 葛委会还发通知说 有没有中央美院的人 逃窜到你们那儿去 他说你不能出去 被他们看见 我说那我怎么办 他就把我们 把我藏到他们的宿舍里 他说白天就把门锁上 然后中午 他们打饭过来给我吃 就这样 我说藏他们那儿 后来我说这么广藏了也不行 我说你白天走了 我要上厕所 还麻烦 我说这样白天我去 那个那个郑州大学 大学有的是各地的红卫兵 人家也不会认出我来 哪有几个中央美院的人 他们也不会来人 在这儿找我 好了他说行你去吧 第一天我到郑州大学 就看墙上贴着 谭利夫和刘京的讲话 我说这是什么讲话 实际上呢 他们俩是北宫大的 红卫兵的领袖 那个刘京是这个 北宫大的这个 红卫兵的司令 谭利夫是他的这个军师 但是谭利夫特别会讲话 他们两个都是干部子弟 而且呢 这个 刘京呢 跟我是101的同学 比我第一届 那个我一看 刘京这不是熟人吗 他讲什么 原来他们在讲 这个这副对联 因为中央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 后来他们两个人就 就是以这个 这个谭利夫主讲 然后刘京那个富家来讲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对联的重要性 实际上他就是那个 就是中央文革改成老子英雄而接班 老子反动而背叛 实际上还是标志着真正的红色的江山 还要在红色的后代手中 他就讲这个 那个谭利夫非常有口才 后来呢 就是被 文革过了若干年 被人们误认为 这个 学统论 就是刘京和谭利夫两个人发起的 实际上这是已经在后期 他们来解读 中学生的这个对联 他们是发表了这个讲话 他们这个讲话 引起那个全国各地的人的不同的反响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这个北京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为毛泽东 他不是说工作组得撤吗 撤工作组 但是工作组把关起来的人 就是像刚才我说 刚才讲的那个西北 那个大学生 把他和北京的凯答副 这些凯答副也都放出来了 就是说人家也是学生 因为当时的只是以这个学生 不是运动的对象 他们有 他们也没说错 他们有他们的思想 也允许他们闹革命 我一看我就觉得 哎呀 我说 现在看 好像比过去松动一点了 我说如果 那个凯答副 他们都可以 可以出来 那我们是不是 像我们这些被关的人 也可以 就是学生 因为既然 学生不是运动打击的对象 我们也应该没事吧 第二天我再去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正好是10月1号吧 还是2号 就是当时呢 在郑州大学 造反派马上起来 刷了那大标语 而且呢 有红旗杂志10月号的社论 我一看整个的风向变了 为什么 他是在 在这个中央的名义 中央文革的名义在讲 说 这个 血统论是错的 第一次 正式用红旗杂志来说 说 他们是认为 他们的血统就高贵 他们血统是高贵的吗 他们能够为 那个无产阶级专政 做什么事 然后他最后的结论什么 是不是革命的 不在于他的出身 也不在于过去 他有多大的功劳 而在于现在 谁跟毛泽东跟得紧 而把游戏规则的游戏改了 谁跟毛泽东跟得紧 谁都就是革命派 跟得远的 那就是反革命 所以呢 一下对全国发生一个 巨大的震动 实际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我们跑的这一段时间 老红卫兵 就是最初的这批红卫兵 他们的家长也纷纷被打倒 那么这就出现问题了 那到底他算是红武类 还算是狗崽子 当时好多红卫兵的司令部 我们那个 我说的那个刘克福和刘哥 那是第一司令部 后来接着 这个北航红旗 他们就出来说 他们的观点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还是说干不自帝 他们那时候 实际上也得到中央的什么某种信息 那个他们说 以这个出身好的红卫兵 作为运动的主体 还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我们就是人民的勤务员 所以他们就成立了北航红旗 然后跟周恩来那申请 他们又变成 也在劳德荣原化工 就成立了北京二司 第二司令部 跟第一司令部进行平衡 这时候 红旗车轮一出来 快大夫说 毛泽东说了 谁跟中央跟得紧 谁就是 我们造反派 才是真正跟中央在一起 我们出身 也有很多不好的 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我们不论出身 只要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就是我们三四的人 一下三四就变得特别有力量 结果又成立第三司令部 实际上本来叫 红卫兵造反派司令部 变成三四了 实际上也是周恩来 他发现用干部子弟已经有问题了 弄一些比较平民子弟来做 那三四呢就完全是谁造反 谁最胆大的就变成 那个谁是最革命的了 一看整个就倒过来了 倒过来我一想 那他那个三四呢 而且来运动出去 宽大夫他们跟我们一样 被限制被抓 后来他们现在都没事了 我想那这个倒过来 我们也没事了 我们也可以回北京了 我特别高兴就要回北京 后来李小燃和小牛说 说那你可以留神 这个情况不一样 你到回到北京 你先给中央媒员 给别的同学打电话 看看情况 也别到时候回去 你不留神 这次私自跑出来 不是给逮起来了 你麻烦了 我说行 实际上他们都是 刚刚毕业在那工作 挣得很少的钱 一个人 大概掏了十块钱给我 那时候的大学生 毕业生的工资 第一年才五十五块钱 所以我就当时特别感动 我说干嘛 他说你现在是流落在外 咱们是老同学老朋友 你拿着 好我就回到北京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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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